在这危急时刻,大副抓住那只小艇,大家齐心协力把它放到大船旁,然后我们十一个人一起上了小艇,把小艇解开,听任上帝和风浪去支配我们的命运。 虽说这时风暴已经减弱了不少,可是波涛汹涌的海浪还是不停地拍向岸边,难怪荷兰人把暴风雨中的大海称为疯狂的海洋。 我们当时的情况非常凄惨,我们明白,在这种洪涛巨浪之中,我们的小艇是很难抵挡得住的,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被淹死,我们没有翻,即使有也无法用。 大家心情沉重地用奖向岸上滑,就像是走上刑场的犯人,因为我们都知道,小艇靠近海岸的时候一定会被海浪打得粉碎,然而,我们只能听天由命,顺着风势拼命向岸上滑去,这无异于加速我们的毁灭。 我们要去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海岸?是石头的还是沙的?是陡岸还是浅滩?我们一无所知,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侥幸把小艇划进一个海湾或者河口,或者碰到一个可以避风的陡岸,找到一片风平浪静的水面。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找到,越靠近海岸,我们就越感到陆地比海上还要可怕。 我们一边划着讲,一边被风吹赶着,大约走了一海里半的路程。 忽然,一个巨浪像一座高山从我们后面盖过来,显然要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。 说是吃那是快,巨浪一下子把我们的小艇打了个底朝天。 我们被打翻到海里,东一个,西一个,还来不及喊一声天哪,就都被波浪吞没了。 我沉入水中的时候,心乱如马,难以言表。 我虽然会游泳,但在那种惊涛骇浪里,连浮起来呼吸一下都感到十分困难。 最后,海浪一直把我冲上岸,等浪势已尽退下去之后,才把我留在那半干的岸上。 但是,我已经被灌得半死了,看见自己已经靠近陆地,便爬起来,拼命向陆地跑去,免得第二个浪头再把我卷入大海。 可是,我立刻发现,要想躲开这巨浪,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我看见,海水像山一样地扑向我,就像一个来势凶猛的仇敌,难以抵御。 我现在,只能尽量屏住呼吸,尽力使自己浮出水面,竭力向岸上游。 我现在最希望的,就是浪头打来的时候,把我往岸上冲,退回来的时候,不要再把我卷回去。 那个巨浪,向我扑过来,一下子把我淹没在差不多有二三十尺深的海水里。 我感觉到,海水猛力地,快速地把我向岸上推去。 我屏住呼吸,拼命向前游。 当我快屏不住的时候,忽然,觉得身子往上一扶,手和头都露出了水面。 虽然只漏了不到两秒钟,却使我得以重新呼吸,获得勇气,并大大减少了我的痛苦。 紧跟着,我又被浪头压到海底,半天上不来。 但时间不太久,我总算支持住了。 等我觉得浪事已尽,要退去的时候,我就拼命在后退的海浪里向前挣扎,我的脚又重新接触到海礁。 我站了一会儿,喘了口气,等海水完全退去,就拔起脚拼命向岸上跑去。 但这个办法,还是不能使我逃开海水的袭击。 巨浪又一次从背后涌来,一连两次把我像以前那样卷了起来,推向那平坦的海岸。 这两次巨浪中,后来的一次,差点要了我的命。 当海水像以前那样推着我向前冲去的时候,我猛然撞在一块石头上,完全失去了知觉,动弹不得。 原来,这一撞刚好撞在我的胸口上,使我出不了气。 如果这时再有一个浪头打来,我一定会憋死在水里。 可是,在第二个浪头打来之前,我已经苏醒过来,看到自己又要被海水淹没,就死死抱住一块岩石,尽可能地屏住呼吸,只等海水退去。 此时,因为离陆地已经不远,浪头已经没有那么高了。 我紧紧地抱住岩石,等水退去之后,又往前跑了一阵,一直跑到离岸边很近的地方。 虽然后来的一个浪头,几乎盖过我的头顶,却不曾把我淹没,也没有把我卷走。 我又向前跑了一阵,终于跑到了陆地上,我盘上岸上的岩石,在草地上坐了下来。 谢天谢地,我终于脱离了危险,海水再也赶不上我了。 我已经登了路,平平安安地在岸上了,我抬头仰望,感谢上帝,我保全了性命。 几分钟以前,我还没有生还的希望,我相信,当一个人像我这样死里逃生时,他心中的那种狂喜,是无法形容的。 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英国的风俗,当一个罪犯被套上脚锁,打上截子,正要被刑刑的时候,忽然得到赦免。 这时,人们照例要请一位外科医生来,以免给他放血,以免把消息告诉他,免得这意外的消息,使他血气攻心昏过去。 突如其来的喜悦,正如突然降临的忧伤,起初的刹那间,同样的惊心动魄。 我在岸上,高举着双手来回走动,此时,我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脱险的经过中,我做出千百种古怪的姿势。 想到那些淹死的同伴,我断定,除了我之外,绝不会有一个人逃生,因为我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影子,只见到几顶帽子,一顶变帽,两只不成对的鞋子。 我放眼眶望那只搁浅的大船,这时,海上烟雾弥漫,船又离得很远,难以看清。 我不由得想,上帝啊,我怎么可能上岸呢? 我能劫后余生,深感庆幸和慰藉。 想了会儿,我开始环顾四周,看看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,下一步应该怎么办? 我欣喜的心情,立刻低沉下来。 换句话说,我觉得自己虽然脱了险,这种脱险却非常可怕,因为我浑身湿透了,没有衣服换,同时也没有东西充饥止渴。 我看不到任何出路,要么活活饿死,要么被野兽吃掉。 特别是我伤心的是,我没有任何武器可用于打猎过活,或者用于抵御那些要猎取我做食物的野兽。 我身边,除了一把刀,一个烟斗和一小匣烟叶,别无他物。 这个发现,使我忧心忡忡。 有好一会儿,我在岸上跑来跑去,想个疯子。 夜幕降临,想到野兽多半在夜间出来迷失。 我的心情很沉重,如果这个地方有猛兽,我的命运会怎样呢? 这时,我能想出的唯一办法,就是爬上附近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。 我决定在上面做一整夜,第二天再去考虑怎么死,因为我看不出一点求生的希望。 我从海岸,向内陆走了八分之一英里,想找些淡水喝,居然给我找到了,这真是我大喜过望。 喝完水后,我又取出点烟叶,放在口里冲击,然后爬到树上,尽量躺得稳稳的,免得睡着了掉下来。 我又从树上砍下一根树枝,做成短棒用来防身,然后就暗歇了。 由于过分疲倦,我一下子就睡着了,而且睡得非常舒服。 我相信,任何人处在我的境地,都不会像我睡得这样舒适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,我精神焕发,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。 我醒来的时候,天已大亮了,这使天气晴朗,风暴停歇了,大海也不像以前那样波涛汹涌。 然而,最使我惊奇的是,那只搁浅的大船夜里已经被潮水冲得漂浮起来, 差不多冲到我先前被撞伤的那块岩石附近了。 现在,这船离我不过一英里远,看起来还好好的直立在那里。 我很想到船上去取些我急需的东西。 我从住的树上爬下来,向四周望了望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, 那只小艇已经被风浪冲到沙滩上,在我右侧约两英里处。 我想,沿着海岸走到它旁边去,但却有一条大约半英里宽的小海湾横在中间。 我决定暂不去小艇那儿,因为我最关心的是到大船上去,希望在上面找到些度日的东西。 晨午以后,海面风平浪静,潮水退得很远,我和大船之间的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了。 这时,我心里不由地又生出一股悲哀。 如果昨天,我们全船的人都不上小艇,我们大家肯定平安无事,一定都平平安安地上了岸。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孤零零的一个人,既无乐趣,又无伙伴。 想到这里,我的泪水不禁流了下来,但现在伤心也无济于事。 我决定,如果可能,还是先到大船上去。